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千万 加上这十多年 战家上下每个人给你买的珠宝首饰逢年过节给的红包 只要你不过度挥霍 足够你衣食无忧的过一辈子 聂相思突然就笑了 他一下子明白了一个道理 原来人心真的可以凉薄如战精 就算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可到底还有十三年的勤奋在 这番精打歇算的话 他竟面不改色地说了出来 我劝你不要太贪心 见好就收 否则最后连这五千万都没有 我不稀罕 您不用再白费唇舌了 不管您如何说 我都不会离开 如若您真的容不下我 您大可在我三叔身上下功夫 只要三叔赶我 我二话不说就离开 聂相思 你不要不识好歹 我想您现在也不想看到我 我上楼了 聂相思 你现在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聂相思牙齿打颤 不敢说话 担心自己无论说什么都会惹他更怒 他少爷 有话好好说啊 小姐现在还怀着孩子 一个孽种而已 战先生 你可以瞧不起我 贬低我 鄙夷我 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孩子 这个孩子不过是你设计得来的 我们战家不需要这样的骨肉 所以你肚子里的孩子也绝不能留 哼 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拿掉你肚子里的野猪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要去医院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张阿姨 张阿姨 大少爷 大少爷 您别这样 小姐怀的到底是先生的孩子 您的孙子 你怎么忍心让小姐打掉呢 平身若是想要孩子 有的是女人抢着给他生 孽香丝肚子里的是野种 就算生下来 也名不正 言不顺 遭世人耻笑 还不如现在就打掉 还不给我住手 张慧 注意你自己的身份 大少爷 您不能啊 先生那么重视小姐肚子里的孩子 要是让他知道你强行带小姐去打台 先生会疯的 让开 战精耐心尽失 大力地扶开张慧 抓着孽香丝往外拖拽 大少爷 大少爷 张慧急不可耐地追出去 可刚到玄关 他突然想到什么 又赶紧擦着眼泪跑到客厅 拿起座机拨出了暂停身的号码 先生 您赶紧回来吧 出事了 大少爷 大少爷非要拉着小姐去医院堕胎 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先生您快来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马上 还想要说什么 那端的电话已经将通话截断了 张慧愣了两秒 随后赶紧放下电话 转身朝门外跑 我不去医院 我也不会打掉我的孩子 我不要去 除非我死 否则 我绝不会跟你去医院 下去 把小姐给我抓到车上来 快点 大少爷 这 这不好吧 废话少说 要么现在给我下车帮忙 要么给我滚 司机皱眉 只好下车 也就在司机下车的瞬间 两辆车先后驶了过来 司机一顿 没有再动 张慧听到汽车引擎声 双眼一亮看过去 就在这时 前后停下的两辆车里 几乎同时走下了个人 一个是站停身 一个 则是温如烟 站停身挤步上前 骨骑分明的手掌 往站进的手臂上一握 看着就真的只是握了下 甚至都看不出用了力 站进拽着聂香丝胳膊的手 却凸得一个痙磷 猛地松开了手 几乎立刻的 聂香丝扑进了站停身的怀里 站停身也在同一时间 搂紧了聂香丝 站立不止的背 冷眸残良地盯着站进 我说过 之后思思若是有任何插持 我把所有的账 都算到站进门头上 我是你父亲 站停身 你敢对我动手 早在你动手之前 打相思那次 你我就不再是父子 站先生 这次看在我母亲的份上 我让你走 倘若再有下次 对你 我绝不手软 哼 我们走 司机巴不得快走 站住 占金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女儿 也会遭报应的 报应 我的确是遭到了报应 因为收养了个这么个白眼狼 恶心人的东西 你狗嘴里吐不出像羊 占金 我诅咒你不得善终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 骨子里留的都是粗壁的心 开车 司机诚惶诚恐的点头 赶紧启动车子 打转方向盘 在众人面前 黄黄的驶出 温如烟双眼血红的盯着 站进的车远去 全身不规律的发抖 浓浓的仇恨 此刻塞满了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她害死了玉哥不说 现在又来害她的女儿 瑟瑟 没事了 没事了 滚 小姐应该是吓坏了 也不知道大少爷怎么想的 竟然狠心拉小姐去医院堕胎 你说什么 你说斩青 她刚才是准备带思思去堕胎 温如烟双眼似是滴出魂墨水 愤怒和痛恨将她的双眼 填得满满当当的 上次温如烟上门 张慧便已经知晓 温如烟是念相思生物的事 看到她这般 张慧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是赢了 所以不敢再多说什么 垂下了她 温如烟咬紧牙根 呼得疯了似的 走到聂相思和站停身的面前 伸手欲将紧握的两个人松开 站停身拧紧眉 在温如烟伸出手的瞬间抱起聂相思 此次现在情绪不稳 需要休息 我先带她回房 张义 替我接待谢太太 温如烟捏紧双手 几乎将牙根都咬出了血 二楼主卧 站停身抱着念相思进屋 反手关上了门并上了锁 随后大步地走到床边 将念相思安置在她腿上 垂眸腾西地盯着她 没事了 嗯 念相思突然地乌烟出声 脸紧紧地贴在站停身的胸口 两片唇撇成了一条直线 不哭 好不好 三叔 我好怕 我好怕 站停身 喉头堵塞 一时竟是什么话都说不出 唇轻轻地移到了 念相思的眼角 一点一点地吻着她的泪 不知道是不是 站停身都能起了作用 渐渐地 念相思的情绪 慢慢地平复了下来 虽然她脸色仍然是苍白的 可是到底没有在哭 事先说不好 让你担心受怕 相信三叔 这次 三叔绝不会就此罢休 有些人 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他是你父亲 哼 可他并没有为人父的自觉 他如今想对我的孩子下手 我若再不做点事 将来如何面对我的孩子 安妮 也别没分寸 站停身眯紧眼 眼底一道冷光一闪而过 并未接念相思的话 两个人在楼上待了快四十分钟 才手牵着手从楼上下来 念相思看到温如烟脸上的担忧 心头微暖 将手从站停身的手掌中抽出 走到温如烟的面前 妈 您真是看什么呀 我又没事 思思 你就跟妈妈走吧 妈妈求你了还不行吗 妈妈真的受不了你过这样的日子 她占尽根本就不是人 妈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你是因为心疼我 不舍得我受委屈 这些我都明白的 可是 我不能离开她 这个她 温如烟当然知道指的是谁 思思 我的傻女儿 你知不知道 他们站家人对你根本没有安好些 展洁那么对你 你还这么想 她就舍得 舍得这么对你 他们根本不爱你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伯母 我很爱相思 自认为这个世上 没有谁比我更爱她 包括你 你别叫我伯母 我听着恶心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站家安的什么心 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 在乎的只有利益 为了利益 你们什么事做不出来 妈 三叔不是你想的那样 三叔是真的对我好 您误会她了 思思 你现在被她蛊惑了 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 但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 妈妈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他们这些人 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思思 跟我走 行吗 妈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三叔在一起 又被论场 丢人 所以您接受不了我跟三叔在一起 才这么反对我们吗 思思 在你的眼里 妈妈是那种为了自己的延绵 不顾女儿幸福的人吗 那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坚决地反对我跟三叔在一起 因为 聂香丝 聂香丝微愣 看向战挺身 哼 怎么 这么怕我说出事实吗 你们战家所有人都不是好东西 尤其是你父亲和你 事实 什么事实 聂香丝现在怀着孩子 刚才又经受了那么大的刺激 他要是选择这个时候告诉聂香丝 他根本不敢保证 聂香丝 能否承受得住 所以尽管恨 温柔烟却做不到 连自己女儿的安危都不顾 詹先生 我们单独谈谈吧 妈 这里是詹先生的地盘 我能对他怎么样呢 去书房如何 可以 书房在二楼 温柔烟步伐微顿 转动脚尖朝楼梯的方向走 三说 没事 嗯 聂香丝眉间拧着 还想要说什么 站停身却已将他的手 从自己的手臂上轻扶下 朝二楼走了去 书房里 温柔烟看着站停身关上房门 没有废话 直接了当 我必须带走思思 您先坐 不必了 站先生 您直说吧 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的女儿 伯母 我实话跟您说吧 我没有打算把思思还给你 思思 我要定了 你们站起来 别欺人太甚 狗急了还会咬人呢 我对思思是认真的 我爱她 你要是真的爱她 会让她现在就怀孕吗 站停身 思思她才十八岁 人生刚刚开始 你却让她现在就怀孕 她的未来怎么办 思思 思思年纪小单纯容易被蒙骗 但我不准 你们站家之所以发善心 收养思思 无非就是心虚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跟思思的父亲都在那场车祸中身亡 就没有人知道你父亲战斤干的好事 你们收养思思 让思思对你们站家每个人都心怀感激 可你们站家每个人都在伤害她绑架她 利用思思对你们的感恩 一次一次的原谅你们 你们不觉得无耻吗 上一次 思思受伤 一定也是出自你们站家某些人之手吧 你们站家人做到这个份上 真的就不怕抱怨